俄国冲突对世界经济发展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足空间大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去复杂严禁 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仍然具备好的基础和条件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中方将继续同包裹俄乌在内的共建国家一道 奔着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我们期待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努力把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